熊天平厚臉皮 要求女生伺候她 認識我以後呢 她就輕巧打電話 讓我去送她 幫她訂機票啊 全是這種生活雜事 指使妳 斷服妳 對… 是不是找女傭呢 對… 現中期嘛 所以就找個女傭 你本來知道她有養狗嗎 沒有 我不曉得 我是看到她說 欸 怎麼會有 東西在裡面 天啊 氣急皮可大了啦 就是… 就是之前大家都知道 我有養一隻雞娃娃了 然後後來 其實她 就是從小養她 她都非常非常非常的活潑健 她從來沒有生過病 嗯 然後就在我今年 因為等於是 今年不是回到家 做完月子回到家裡嘛 我就奇怪 我就覺得她好像變得比較瘦 然後那時候 就也覺得還好啊 感覺上 欸 體力什麼 雖然變瘦 想說也還好 減個肥也不錯 然後又再變瘦一點的時候 我就請我媽帶她去驗血 因為覺得好像感覺太對勁 然後驗完血也沒事喔 醫生也都說OK 然後可是就是過兩個禮拜後 她就有一天 我就突然發現她在抽搐 然後反正總之 其實速度非常快的就是 她就是抽搐之後 接著打麻醉什麼 就後來隔天早上就走 她生了一種很寒健的疾病 她不是老了 不是不是 因為她還年長才四歲 哦 所以一直很難過 但當時不是在這個家裡啊 對啊 對 當時 她其實跟著 因為等於是我 從我自己一個人在那壺租房子的時候 養了她 所以她其實就是跟著我一直搬家 哦 對 然後最後過世是在我媽媽那個家裡 這樣 但她不放心 妳跟小郭師傅 所以她又跟來了 這個 是我也不知道耶 我只是那時候 因為是今年初發生的事情 那時候 我覺得 那時候其實 還好 因為其實淡如姐那時候 不要再想了 因為搞不好小 小夢老師看到的是 黃金獵犬 沒有沒有 她都很小 我有跟她講說很小 然後 然後 我有跟那個 怡柔說 就說 那個 寵物她有說 她想要跟媽媽去 合體 哦 哦 對對對 所以剛好 妳又印證了妳的 妳以前常帶她去合體嗎 對 因為以前住在那壺的時候 其實就住合幣公園旁邊 哇塞 因為 其實那時候 那她 你已經叫她走了嘛 有 我那時候就跟她說 應該說以樓的房子 不要去保留那種 就是 已經走的 小狗的那種衣物 她其實只想知道你過得好不好 而且淡如姐除此之外 還有一個最特別的地方是 他們家後揚台看出去 有個基隆河 然後那個河旁邊全部都是坟墓 對 但是 但是這個其實是好的 就是我們家看出去是福 是 這為什麼是好的呢 為什麼是好的 不是大家都覺得這樣很差嗎 不是啊 以前那個建商都會說那是人間仙境 沒錯 因為像 一般來說的話 過世的人他們都會挑 好的地理位置 所以其實 如果說你跟那個 你不要跟她離太近就好 就是 遠處這樣看 它剛好有一個河 然後被浮地這樣子 擁抱有沒有 在風水學上面來講是一個環保 對 對 這是好的 而且代表說你的那個錢財 會進來 而且老公會有海外運 對 這是會到大陸啦 到 那對女友不是好事了 海外運 他今年已經出去大概五次了 他一直想要去海外排餐廳 對 好 也就是說 人家說看到墳墓不好 但是小夢老師不這麼認為 他是不是要有一點點距離 有一點距離這樣子 有距離就可以 看得到無所謂 對 沒錯 好 那麼 我們現在呢就來看看 其實張克帆的問題最大 這麼多年來 他剛剛在笑這個 沈玉璃不孕症 對 其實 他又何嘗找到了沈玉璃 他是不婚症 好 我們來看看 現在被噴我的超越了 我跟你說 其實我就說 這位藝人 他真的有年代 我相信 等他出來的時候 大家就會知道說 喔 原來是他喔 你看 店裡面還挖了一個洞 你看看 好貼心喔 So sweet 喔 我們歡迎一代巨星張克帆先生 你好 請跟王子 請跟王子 大小蝶 好 對 我又請你來嗎 沒有 我是偽隨他來 偽隨他 可是我們是不能 另外帶客人 男兵止步啊 好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我們能說 克帆哥你們家 有一種 回到過去的感覺 有這個裝潢 已經大概十幾年了吧 不只吧 不是啦 十幾年 到了到了 唉唷 冰箱還蠻大的喔 是目前才玩到現在最大的喔 很大的嗎 最大的喔 1 2 3 各位觀眾 啊 沒怪 還有啤酒 我只能說沒怪 可樂還不是喝零卡的 還喝一般糖的 你看看 可樂大家會有糖吧 又是啤酒 又是什麼的 啊 完了完了 完了完了 剪白喔 來上迦南 對 但是我想跟各位觀眾分享一件事 就是 我本人看了我 白桿交集 白桿交集 什麼 我不知道要說什麼 你說什麼 你看 哇塞 收東西 你把我演到的時候 笑人席 也是一表人才 看看這個笑容 紅色的襯衫不好買啊 金色 幾年前啦 真的喔 這幾年前 這剛出道的時候 這幾張你剛出道 欸你可以擺一下 當時的 的這個 像紅色衣服那個嗎 對 哈哈哈哈 好笑嗎 哈哈哈哈 可是我也需要這樣大聲嗎 那目前不要再笑喔 不是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紅色衣服那個 有腰身 它有一個這樣有沒有 可是你剛剛一擺的時候 我只看到這一片 我只覺得這一片 無無欸 你知道我意思嗎 原來你 什麼都我想要 我好強喔 我好強喔 我只能說 看板哥 這支麥克風 這套音響 跟這個軟體 我今天先帶走了 欸 欸 自信心都來了 這是 我只能跟大家講 這是走音救星 走音救星 因為 你自己有音口 我覺得超酷的嗎 這是和音器啊 就是直接有一個 三度的和音在上面 就讓老師 用那個法寶 替這個音樂小空間 裡面側一側 我們先來看 我們先來看 有 對 對 這個樹是沒有問題 對 對 有問題 喔 都不會動 這個和音器有問題 都不會動 都不會動 欸 欸 欸 我知道有問題 我知道為什麼 老師 你不用說我來解答 我明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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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原來是放了馬國賢 跟小鐘海火的合照 夜店 烏龍獸 就是這三個 就是這樣有問題嗎 沒有 除了這三人以外 就是說 因為一般的人 如果說你是一個音樂材質的話 後面 不應該放太高的東西 對 不要太高 不要太高的東西 壓住你的靈感 小莫老師的髮眼相機 又出現了 表示 一定有地方 事有蹊跷 老師 請告訴我們 這個地方 如果不改善 會給我們的 情歌王子 柯凡柯大 什麼樣的麻煩 好的 有兩個麻煩 一個就是沒有平台 對 第二個就是說 家裡面的就是 可能 她的兄弟姊妹 會比較容易常年 在海外出事情 啊 跟親人的緣分 比較薄一點 沒錯 那到底這個地方 在哪裡呢 老師請問我們 大家揭曉 就是在這 我感覺 這是我們做風水的 最後一集 以後誰敢請 小莫跟狗哥好小姐去啊 真的 不是家裡有水鬼 就是有狗靈 對不對 不然就是 臭名遠播 現在我是什麼 這房子也要怎麼脫手 怎麼脫手 我們才在談一瓶 你要負責買一瓶 我也覺得怪怪的 每件都有事 哪裡有問題 剛剛真的沒有辦法 看得很仔細耶 有 是真的有問題的 真的喔 對 因為是像我覺得 柯房哥他本身來說的話 他就是一個風水達人 對 因為他們一打開 看得 一看就看得到一個牆 對 而且他有掛一個山海 就是有一個山水的畫 他已經有把那個氣給破了 而且他門口上方有沒有 也有一個那個 山海症 他都有在做 所以本來是不能 本來是不能開門建牆是吧 一般來說不行 但是他把它破了 他把它破掉了 對 現在就是兩個這個 排名前三名的 因為我現在才透露 因為那個東西是 張偉忠跟我講的 是 是 像鬼拿藥單 他的問題是在於這個 他的光公 對 女財神不是嗎 對 他的武財神站在哪裡 你看喔 我們斜四四五度角 看得到說他有做一個柴位 有個水晶球 水晶球裡面有放錢幣 但是呢 他旁邊那個 因為 那個光公我們就是做為武財神 那你放那個地方就是想要說 讓自己更有錢進來 但是呢 他站的位置是在 Apple Sun的印表機 的上面 對 你懂嗎 對啊 而且 而且你唸英文怎麼會有客家槍 這麼直接 沒有 難怪我們要出來 對 沒有 他底下是印表機 對 然後他旁邊有沒有 有那個什麼音響 對 不行嗎 一般來講神明是不可以 上載 就是說有這些 像音響啊 或者是影印機 印表機啊 的地方 不恭敬 因為這樣除了不恭敬之外啊 氣場也比較 沒有辦法說聚氣啊 你有沒有看到什麼破解法 就是改變哪個風水 張克帆的心就會定下來 娶到老婆 對 有 究竟張克帆家中還隱藏了 什麼驚人的危機呢 廣告後 小夢老師即將為您簡易